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周 现在我在四川城铺这边的一个小堂上 我生日后那里有一个小姐姐开了一辆保时节 好像在摆地毯 我们过去看一下她是卖啥的 现在我来到小姐姐摆摊这里了 小姐姐还不停地吆喝着拉客人过来 杯子的10块钱一个,15块钱两个 20块一个的 还有些小东西也是10块钱一个 开这么好的跑车出来 在路边摆地毯 就卖点这种小东西 而且还卖得这么便宜 如果他们是从很远的地方过来 我怀疑他们赚的钱 还不够这辆车的油费吧 不过开跑车出来摆地毯 确实是吸引了我们很多的客流量的 你看这个小姐姐的摊位 谁是好的不得了啊 那么多人过来买这些小东小西的 不仅有女顾客上门来卖东西 我看到也有几个男顾客也被这几个小姐姐开跑车出来摆摊卖东西吸引过来了 刚刚大家也看到了 那家人开跑车摆地毯卖杯 卖小东西 那几个美女 生意是好的不得了 我们都忙不过来 但是我一直没想明白一个问题 虽然生意是挺好的 卖东西也挺多的 但是那些小东西好像也赚不了几个钱了 他们到底是为了出来炒作一下 还是真的是出来摆台卖东西啊 有懂得网友吗 欢迎评论留言 好了 这些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